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仔细地观察我们的心分别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用脑袋在分别 而是用我们的感觉在分别 我感觉到它的美 它的香 所以我喜欢 我感觉到它的丑 它的臭 所以我讨厌 大部分的分别之见 都是在那个感觉充满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对待之见才有一个攀附的一个着力点 那么这个着力点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心头 我们的黄庭 气机微微起伏的撒那间发生的 所以菩萨要离一切像 要从哪里离呢 如来佛虽然没有说明 但你只要观照你的像从哪里发生 你就会了解 从哪里才能离呢 就从心头的气机正在发动的时候 去检验它的真相 才有办法离像的 因为那个气正在变化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贪嗔好恶正在上演的时候 但是气它本来是无相的 气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 仔细观照气的活动的原貌 盯着这股能量起伏的原貌来 不断的去分析去观照 我们就能够把好恶对待的知见 在一刹那间全部把它给卸除下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离一切像 在你的内心里真正的离一切像 经文说不应注射身心 这个注是潘腹的意思 中口的一股气或能量 它的感应起伏本不具有任何意义 不具有任何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观 但是随着我们的眼耳鼻舌深意 与外缘接触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头产生微微的变化的时候 这个微弱的变化能量 竟被我们的习性把它判读为 谈成慈爱的一种力量 这个便是我们这些凡夫的好恶的模式 好恶不只是一个想法 是一种不得自已的感觉 然而观照心头气机起伏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却可以在射的感应中 不染色的贪嗔 因为看到色的时候 内在有感应 可是当我观照内在的感应的微微起伏呢 它又没有色的意义 所以叫做在色的感应中 不染色的贪嗔 在生的感应中 同样的也可以不染生的贪嗔 在六根眼耳鼻舌深意的六根感应中 我们的心头透过观照十相 都可以得到清净自占 这个便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了 当然我们可以来推广这段话的意义 把它做在生活上的一个类比 例如 我们的心不住在任何宗派上来生心 我喜欢哪个宗派 那谈到这个宗派我就喜悦 我就觉得非常的庄严 谈到别人的宗派呢 我们就觉得不屑 我觉得他们像撒旦 这个呢 并不是好现象 这个是住在我的宗派来生分别心 那另外也有住在我的身份地位来生心的 也有住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来生心的 但这一切都是染着 都是执着 都是一个住 佛陀说 应生无所住心 什么叫无所住 无所住之后剩下什么 就剩下心头一丁点气机起伏 自然的感应 自然的清真的感觉 人们的六根跟六成不断地接触 心头气机呢 它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些微妙的感应跟变化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没有再比这个更自然的事了 不在这个微微的起伏上面攀身之鉴 不住在哪一种气 哪一种感觉上来生心 不住在我的宗派生心 不住在我的身份地位生心 在气上没有宗派 气上没有身份地位 不住在我过去未来的生活经验而生心 在这个气上 只有当下 畅然的起伏 没有过去未来 不住在我的好物 贪嗔上面来生心 我们常常把气的起伏 哪一种气视为贪 哪一种气视为撑 可是气本来没有这个意义 我们硬是把这个气 想象成这个意义 想象成那个意义 这就是住 我们不住在宗派生心 不住在身份地位生心 我们不住在我们的好物贪嗔来生心 而这个硬生无所住心 要在哪里落实 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住在这里生心 但怎么落实 心只在方寸微微的起伏中 你的好物分别 只有在胸膛内的气机动的时候 才具有好物分别的冲动 跟不能自已的力量 不住方寸气机起伏 而生心 就是所谓的硬生无所住心 心是什么 心就是皇庭一窍中的气机变化 为什么我要花很多时间写了心急事气这本书 这几个字有什么好讲的 讲了一本书难道还不够 还要办很多禅修 很多体验 很多活动 还要叫大家不断去观察 去觉知 它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让你了解人类对待的心念是被什么所调拨所捆绑的 只有在方寸气机微微起伏变化的当下 我们才受到那些对待的挑拨跟捆绑 所以心不在其余 心只在一方寸的气机起伏中 我们总以为问题是出现在我们脑袋中的想法 没有错 脑袋的想法也会引发情绪 但仔细的观察 你更会发现在黄庭未动之前 你脑袋中不论是想像一件事或一个人 这些想法这些念头 它随时可以像风一样的 它随时都可以跳上 丝毫没有挂碍我们的力量 一直到你感觉到一股感受充满你的胸膛 所有的贪嗔烦恼 便顿时把你给淹没 把你给占据 把你给挂碍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在自己脑海中 想像一个比较在意的人士 开始想的时候 那个在意的感受还未升起 你会觉得你随时都可以放下 这没什么 随时都可以停止这个想法 但是你若是想像到爱恨交织的感受 浮现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你理智的去 看清这个事情的真相 会变得有些困难 并且要你立刻恢复平静的心情 你会觉得你做不到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脑袋的想法 而是在于后来在你的身中 在你的心头升起的那一定点的感受 而这一定点的感受 也正是所有心灵学问的一个主軸所在 它才是主角 脑袋不是主角 胸中的感受 才是造成你寡爱的主角 一般经典中所谓的三心事项 指的就是这个心头处一丁点的契机起伏 跟攀附的见解 因此所谓身无所住心 就是在这个契机起伏 为变化的当下 把上面的谈诚斥爱 统统卸除下来 透过你的观照实相 统统卸除下来 去除它对我们的控制跟约束 那么要如何的把它卸除下来呢 观照当下的实相 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卸除下来 因为实相里面没有烦恼 气的实相只有畅然起伏 里面没有你我 没有得失 没有善恶 一观照到实相显现的时候呢 你的心灵立即恢复 原有的自在跟清明 你立即得到自在的心 这就是无所住的心